作为建筑内的大学的图书馆 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学校的一种建筑精神 设计北京建筑大学图书馆还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 建筑师任励志会想起自己进入同级大学读书的时候 校园的建筑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他希望这次设计的北京建筑大学的图书馆 也能给这里的同学留下一些启示 北京建筑大学新校区 它的规划是一个非常方格化的一个校园空间 所以它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轴线上面 是一个视觉的焦点 这个建筑的体量或者它的形式要能镇得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 基本上差不多是一个63米乘63米的这样一个立方体的一半 简洁纯粹的立方体它所呈现的五个面 我们用了中国传统思想当中的五行的观念 来进行一个建筑立面的诠释 抽取了这样五个元素 正好跟它的方位相对 木在东面 火在南面 然后金在西面 水在北面 同时我们的顶上是中土 就是我们的土 很巧水正好所对的北面是一个湖面 水和建筑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近 我们采用数码化的一种图案的一种构成 来诠释金木水和土的一种印象 图案的变化的处理的话实际上是采用4米2成2米1的这样一个魔术单元 对GRC版进行一个菱形的切割 有两个好处 一个它会在立面上形成单元变化的一种图案感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调节我们图书馆的这个进光量 这个GRC轻易的GRC版和这个钢结构的灵性的这个网架结构 充分地反映出了这种技术和艺术的一种结合 完美的结合 在诸多技术挑战中 这个看上去像是双眼皮的图书馆入口 是通过直昏去面的玻璃来实现的 建筑师希望通过这样的入口设计 来调整学生出入的人流书运情况 底下一个透明的 具有就是曲线起伏的一些开放性的空间和上部 相对来说比较完整比较半透明的一个比较均质的空间 形成中对比 也正好反映出了一种方圆有致 刚柔并济 虚实相应的这个理念在里面 图书馆的内部 我觉得可能这跟图书馆的使用模式分不开 可能更希望有一种体验式的一种越览在里面 这个体验式的越览 它包括对于书籍的寻找 对于自己的这个知识的一种认真的研读 越南和查询中我们有两种模式可以做 一种模式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垂直的交通电梯 可以直接到达你要想查询的那个地方去 我们的图书馆有一个大中厅和分布在四个边上的一些小中厅 那么我们是有楼梯是可以把这些空间全部串联起来 就人们在这里面可以进行无缝的这种螺旋式的检索 这样一种空间的体验实际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漫游式的空间体验 我希望在设计北京建筑大学图书馆的时候 能够创造出与建筑大学本身性质相匹配的一样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这是我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设计是自然而逻辑地呈现理想与梦想的过程 拜拜 和我希望你能够达到的一个核心 请 предлож对这个 rhymes 简直到 www. Richmond